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刚刚在19号访问了平壤 那这个事情其实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这个既影响到东北亚的情势 同时也会对于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造成冲击 我们今天特别请政大外交系的刘德海教授 到我们这里来跟他来谈这个事情 尤其是普丁究竟跟金正恩之间谈的情况是怎么样 刘教授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想先请问你就是说 因为这一次的俄罗斯总统普丁到的时间 其实非常的特别 他是在半夜两点半到 原来是说18号19号两天 结果事实上是19号清晨才到 然后后来整个节目进行 进行到19号的晚上 完了那个宴会完了以后 他才离开去了越南 当然有很多报道 你怎么看这一次这个访问 那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他们可能签订的协议啊 但是从这个访问里面安排的节目 他这个两个人之间互动的情况 你觉得可以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 首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普丁是因为安全的考量啊 所以时间换来换去啊 怕被人家这个可能这个intercept的这个可能性嘛 那当然了但是因为是在他自己国家境内嘛 所以这种情形或者经过邻国友好的国家 这情形很小了 所以呢真正这个应该是跟 普丁想要对世界传出的讯息是什么 然后呢 也代表了他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这个北韩是怎么看待或者是互动的 他这样子的晚到啊 固然说普丁有名是晚到啦 但他这样子的晚到 而且时间也不是一个人是人家睡觉时间 对 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啊 都可以看出来 普丁很明显的是要展现出来 这两国国家的这个国力是有差别的 当然俄罗斯再怎么样还是世界这个强国嘛 排顺位来讲一二三还是排第三的 但是用武力来讲他是第一这是第一个 我们必须了解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 这个他显然呢也是在显示出来 我们看得出来是谁比较需要谁 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你看金正恩非常聪明的一个小孩 他竟然我就在那里等你 然后我在接待所有全神陪你啊 这个同样一起坐车啊 然后把你送我的礼物都带来了 这表示了他们两个 其实是相互知道彼此需要是什么 然后呢彼此的这个这个阴影来讲 都相当的这个细腻 而且呢这个到位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因为普丁现在最需要就是要 让人家感觉到他还是强国 因为普丁在自第五任上来 趁英当选就在这上来了 他一直跟俄罗斯人民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他是唯一能够那个能够将过去的苏联的光荣啊 带回带回给俄罗斯的人 所以的话像这样的表现的话 假如是俄罗斯的媒体上报道啊 那国内就不得了就代表他还是这样子嘛 而且而且对于朝鲜来说 从来没有一个这样子强国的领导人 做国事访问到朝鲜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做了 对不对 当然中国除外了 中国那个当然是邻国 而且彼此又有这个历史渊源 但是除了中国以外 长久以来他跟国际上都孤立 也没有任何的国家的领导人去访问他 普丁的来访 已经距离上一次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那这个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嘛 是不是 这个其实也凸显出来了 俄罗斯他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不是我们东北亚的国家 其实大家都认为发发而畏嘛 而且俄罗斯自己也认为他是欧洲的强权 他不是亚洲的 这个强权 他是世界的强权 尤其是欧洲的强权 那所以说呢 俄罗斯传统上就是苏联 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一个曾经 领导人有访问过北韩 那普京上来的时候 当年2000年的这个七月到访 那是因为两韩的峰会是中国促成的 那俄罗斯没有角色 也不是二流国家了吗 所以他必须要献一下 说我是这个地区的国家 我还是有影响力了 所以他主动要求他访问了平常见到金正日 然后之后更重要是他的表现 之后他去参加G7跟东盟的东协的会 他都表现出来是北韩的spokesman 发言人 因为他刚刚才从那里去了 而且他选了时间地点 各个都表现 其实这次也有这个意义在里面的 你看他完了以后不是直接就回家了 他又去越南 他是这次要就是椅子之宝 公子之盾 你这个那个拜登 你也搞小集团来对抗我 我告诉你我也有集团了 我这边从中国朝鲜越南 对不对 这个都是 这个威权国家 他体制也是跟他有好的国家体制 摆明了说你有集团对抗 我也有集团对抗你 看你怎么样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普京的这个个性来讲 或者他的外交的谈判策略都表现在里 那同样的金正恩来讲的话 他重要的是 他的实质的获利是什么 比如说他那个获得武器 这是他之间最科技这是他最详细 我这一次国际之所以注意 当然是这个朝鲜跟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 我们先讲一面 就是说朝鲜能够提供俄罗斯是什么 有报道是说从去年到今年 北韩已经运送了超过一万个货柜给俄罗斯 里面听说包含五百万枚的五百万发的炮弹 还有短程飞弹等等这个东西 那这个对于这个朝鲜的武器 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究竟有没有帮助 有人讲说品质其实不依餐吃不齐 有很多炮弹都储存一日久 其实有些时候性能有打折扣 你是怎么看的 确实是如此了 因为北韩来讲的话 长期所以他不断有时候就是对南韩试射什么飞弹 干嘛有些是一个是在想要如何把它改进他的飞弹 那这个在这之前是肖一股去他那边 就是前的这个国防部长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他去那边看了以后 他的武器有这个作用那当然北韩要宣传的很好 他就 北韩的那个武器的规格应该都是输恶恶制的嘛 主要都是恶恶制的 所以说他们两个很合嘛 所以说他拿去给他用的话 那个俄罗斯军人不会说 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用啊 很多都是仿俄罗斯的 尤其是飞弹形式 所以还有一些弹药了 主要是飞弹了 所以这些来讲的话 就对于俄罗斯的军人来讲 使用非常顺手嘛 那当然他的他的这个品质 当然这个可以理想到的 不是什么不是很好啦 他的因为他虽然试过那么多飞弹 还有这个也放了一段时间啊 或者是受潮或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在里面 所以那个确实是有一些传闻说 他的这个品质不好啊 但是关键就是在这个他们两个合起来之后 所产生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啊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很便宜啊 甚至不用给钱啊就有这些物件 然后交换啊 换来呢就是说这个帮忙一些科技给他提示一下啊 那对美国就是他们现在共同访西方嘛 对美国有些对不利嘛 那其实当然有对南韩不利啊 甚至对中国也未必有利 中国大陆也未必有利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对这两个国家来讲的话 他现在就做disruptor 他就是对现状都 你们都对抗我 我就给你制造麻烦吗 我怕你谁怕谁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 然后呢对北韩来讲的话 既有经济资源 除了刚刚讲的最需要的科技军事的科技之外 还有经济资源 那北韩呢现在不是被制裁了 他不能到中国去工作了吗 那就可以 现在可以到俄罗斯来工作 那很好啊 赚了钱回去 他们还有钱才可以继续发展他的武器啊各方面嘛 所以这个来讲 他们是目前来讲真的是各取所需相互有利的 这一次普丁去访问了平壤 双方签订了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 那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条约目前还没有公布 我们知道这个条约的内容是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像以前在冷战的时候 签订的相互防卫条约一样的 是一个同盟关系 甚至是军事要自动介入 就像北约一样 你如果打我是同 你如果打我的盟友是同打我一样 那你觉得双方的现在在签订这个 这个全面战略伙伴以后 是一个什么样状态 对两国来讲 当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了 因为原来您刚刚提到的1961年的这个 朝苏的这个友好同盟这个协定的话 里面来讲的话是第一条就是说 有任何事情发生的话是军 这个另外一方要直接军事介入的 立刻自动介入 第二条就是说苏联提供核散 那当然有其他小 但最重要是第一条跟第二条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情况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对俄罗斯就是刚刚我讲的 这个把俄罗斯提升来讲的话 在这个区域来讲 他就是主要的国家了 就代表现出来 那在2017年当川普上来当美国总统 曾经说派什么三个航母 就在陶线半岛四处绕绕绕去了 那北韩其实真的有被吓到 说他是完真的吗 他真的会打吗 所以说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 在那一次里面 这个2017年 这个后半年下半年里面 俄罗斯的军事顾问团 曾经两次进入朝鲜 北韩 就是暗示着说 万一你美国要打 我会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 那个自从这个俄罗斯 这个苏联瓦解之后 这个俄罗斯上台以后就 这个就没有再续 他们1961年的约 也就是说 北韩实际上没有得到 俄罗斯的核散保护 也没有军事协助的可能性 没有 就是按条约来讲 没有这个没有了 所以这一次 那当后来他们签了一个 但是也没有这个部分 所以这一次来的话 不仅是把它提升到了 全身战 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等于是跟中国美国 等于就是这些大国的 都是平起平坐了 那然后再加上了 就是那个 他的那个 已经加了刚刚那一条 就是说 如果有入侵发生 对任何一方 另外一方 会这个 会要 要持援 要就 予以协助 但是他没有明讲说 自动 介入 或者是军事介入 这两个他没有提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们的来讲 这次来讲 对北韩来讲 当然是很重要 他就可以 对他的子民 或者世人 显示出来 我不是孤立的 你看这世界 这么强的大国的 领导人都到我们这来 还跟我们签了 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样子 所以这个来讲话 对北韩来讲 既有 对他的国民 或者是来讲 会有安全感 那国际地位 也有提升 来凸显出 北韩没有被孤立 那当然针对的 又是对南韩 这除了这个条约以外 俄罗斯现在 给北韩的 有哪些军事科技上的合作 我们看到外界报道 主要提到两个 一个是 针对他的 军事侦查卫星 另外一个 可能是对于 他们现在的 战机 因为北韩的战机 现在都非常老旧了 是 那但是北韩也没有 这么多钱去可以买 一架战机都非常非常贵的 那个 这个外汇这么宝贵 北韩也不可能买 那他要怎么样子 是买一架两架来做仿制 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在 这个 在军事卫星上面 俄罗斯要怎么样来 可以协助 这个军事卫星的合作 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上次 这个金正恩 9月去访问了 这个 俄罗斯 也特地去看了 这个东方 太空发射中心 然后 11月 他就发射成功了 前面他自己发射 两次都失败了 这次一写出 就发射成功 那证明的 当然是有介入 这非常明显的 两个月之内 但是最近 北韩又发射了 一个卫星 也失败了 对不对 所以可能表示 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在 俄罗斯也不是傻子 我全部都交给你了 你还需要我吗 所以说 这个东西 我觉得俄罗斯 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物 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子 要让你感觉到 你对我科技的 依赖性是非常高 再就是说 他们武器 到底北韩 有没有可能 得到俄罗斯的 高端的战机 这个过去是有先例的 像这个1984年 他的祖父金日成 访问这个莫斯科来讲的话 他就是没有钱 那他想要武器 因为韩国那时候 正好F-16进入了韩国 所以就制空权 都是韩国拿去的 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才能 他才能够对抗南韩 所以他不得不去 最后他就允许了 苏联的空军 或者是海军 可以到北韩的 来停留 比如说他的空军 可以停留在北韩的军事基地 他的海军军舰 可以停留在北韩的 罗金先锋这种的军港 所以这个当时是讲说 北韩把他的主权来换 换这个高等的战机 F-23 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北韩是想经各种方法 只要他能够得到这种高科技的话 现在确实他现在最弱的 就是一个空权 他长达不到 虽然他有核武 飞弹 但是空权还是很重要 在最后要打的时候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不排除 他有各种其他方法来换 像刚刚讲的炮弹 他还是可以继续提供 他可以把这些低阶的这些 把它清出 然后他也可以大量生产 这个北韩都没有问题的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帮忙 开发西伯利亚 有其他的 甚至有其他各种方法 来帮助俄罗斯的这个经济的 因为俄罗斯现在经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劳工不共 目前主要来的是中亚的国家 我这个就想接着谈 就是说在经济合作上面 你刚刚提到的 一个是让北韩的这个雇佣劳工 去参与远东地区的开发 因为俄罗斯现在劳工不够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提到的 就是俄罗斯现在最近有在供给 朝鲜这个燃油 包括汽油煤油等等的 那这一次也签了一个协议 就是将来两边在贸易的时候 不要再经过用美元为媒介 直接来来做交易 究竟你觉得双方的经济上面 有什么地方可以结偿不断 因为朝鲜的经济非常糟糕 俄罗斯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果是中国大陆跟朝鲜 那当然一拍即合了 但是俄罗斯跟朝鲜要怎么样 经济上才能够合作 就刚刚我们讲的一半 如果北韩的人到俄罗斯去工作 相对来讲 目前俄罗斯市场所缺的人力 大部分是从中亚来的 但中亚的这些人给俄罗斯 制造了一些困境 比如说恐攻 有些人不满意做一些恐攻 乌兹北克斯坦 炸俄罗斯地铁 所以这个就有危险 而且据了解 这些中亚的人不是很认真工作 他们只是想要留在那里 又有钱赚 但是他不是很认真工作这种型的 大家知道朝鲜的人是非常拼了命 而且是党控制的 所以他不敢不认真工作 假如俄罗斯是什么 他一定会做大标的 所以这个来讲 对俄罗斯是很好的 当然真正最大的能够帮忙的话 应该是在未来的发展 因为前面我们刚刚提到 普京到了北京访问的时候 跟习近平的时候 然后他发表了 五月的发表的共同声明 其中提到了一个 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说要三方对话 来解决这个图门江的出海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图门江 现在目前从中国这出来 图门江只到了房城 还有还有这个 这个15到17公里 是由俄罗斯跟北韩所控制 那也就是说中国没办法出海 就是吉林那边没有办法出海 对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整个发展来讲 面对最落后的反而是东北地区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个出海 所以他们最近在之前已经讨论过了 中 俄 蒙 的这个 甚至加北韩一起将来可能会成立一个 这种 这个图门江的经济发展区域 那 那蒙古也乐观其成了 因为蒙古也是一个大问题 他就是没有出海口 他是没有国 对 所以这样他可以从这边连下来 就还也可以一起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区域经济上的对抗 因为目前过去联合国所推动的希望 这个日本韩国也能加入 然后这样子弄 但是那时候吵了六国 那些 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这个把这些 这个他们自主 在内 这个北边的这个区域 也就是比较威权体制 或者是说 这个亲俄罗斯 亲中国的国家 合作成一个群体区块 这个发展还是个存在 因为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连接到中国的带路 这个倡议去欧洲 所以他既可以从这个海路出去 迈到东北亚 或者东亚的地方 也可以 或者其他地区 也可以从陆路到欧洲过去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那对中国来讲 他就把他整个 这个区域都成了 那北韩来讲 他有很多方面 他其实也是做的 收钱就够了 你得出来 然后他自己东西也可以 卖到出去 给其他国家 不再是受到 只有中国 只有俄罗斯 那蒙古也是一样 蒙古目的就是想要 不要分散他的出口 不是都是九成 都是跟中国 那也是可以出去 也可以去欧洲 所以这个来讲 我觉得也未尝不可能 这次会这样 如果这个城的话 是对俄罗斯跟 这个北韩来讲 都是一件好事 过去这两个都 三个人 各个 就是中国 三方各有考量 尤其是恶朝 是一直都不愿意的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 整个趋势已经走向了一个 威权对民主的对抗了 而且是海权路权的对抗啊 那这个 这个西方 尤其美国的这个阵营是 专门制裁了俄罗斯 跟这个朝鲜 现在中国不是也是做贸易战 也是类似的吗 一种制裁措施吗 所以说 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 不过如果要这样做 那怎么样子解决 现在联合国安理会 对于北韩的 目前有非常多的制裁 现在这个从他以前 从核四报开始 到发射飞弹 那我看这制裁不下几十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难道说俄罗斯 甚至包括中国大陆 将来在联合国里面 开始一项一项这些制裁 都要用否决权把它弄掉吗 那将来要怎么做 这种可能性不排除啊 因为反正现在 你就要搞集团对抗 就搞集团对抗 因为俄罗斯现在 已经根本就不管你了 我就直接跟北海 我高兴怎么样 大家又去 有合作就合作了 我再不管你了 那这个中国大陆 目前是有一点忌讳 因为中国大陆的目标 是希望更高的大国嘛 所以他想要 还是要跟美国西方 还是要有一些互动 不想说正面的这样对抗 而且也没必要正面对抗 但是大家想 现在情况对中国大陆 也不是很好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到底 中国大陆跟欧洲联盟 会不会有什么 突破性的发展 如果现在没有这样子 突破性发展的话呢 继续这样子盘旋上去 大家贸易战开始 往上走上去的话呢 这个中国出口 中国大陆出口两大大国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欧洲联盟 那如果这两个都是 对他是保护主义越来越高涨的话呢 你想看 他是不是要找其他方法来突破 有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的看法 还有呢 现在他的这个实力 现在已经看得出像中东啊 这个印度啊 印尼啊 一些这些 拉美的国家 巴西啊等等 他们并现在已经 都在反西方的体制 所以你在联合国里 真的要这样子做 也不是不可能的了 把这个推翻啊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因为随着一个体系的变迁 走上一个 这个威权或者对抗西方 或者西方对反西方的同盟的形成的话 那既然是这样子两极的话 那什么事都有可能 在对抗的情况之下 不过我们再回过来讲 中国如果说 因为现在 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中国要不要加入 俄罗斯跟朝鲜的这个结盟 如果说 变成一个俄罗斯朝鲜 跟中国的结盟 来对抗 美国啊 这个 韩国跟日本的这个结盟 那是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这一次看到 在18号 中国跟韩国有做了外交安保的对话 而且提升到副部级 那这个时间就是在普京要来 平常访问的同一个时间 那当然有人讲说这是巧合 可是外交上很难说是有巧合 这个这个他当时 当然中国可以改旗 或者是延旗在举行 但是他就是要在这个时候举行 是不是也代表 北京方面对于 俄朝的联盟 有一点不以为然呢 你怎么看 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 应该是前面的 才举行 没有久多久的 这个中日韩的这个峰会 这个才是真的是有这个 摆明了 就是中国对这个朝鲜的 跟俄罗斯的武力加强 的一个回应 那这个为什么时间会这么巧合 不是巧合 这肯定是韩国 南韩方面就是要 就是指定要这样子跟对话 因为他们那时候在谈 这个中日韩峰会嘛 原来就外长会议嘛 峰会一直很不愿意敲定 然后呢 这个实际上 南韩的态度 还是不是很软 还是很强硬的吧 那甚至就是 他说谈到最后都可以的话呢 其中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其中一个 一个一个附加的 因为中日韩峰会上面决定了 希望能够把这个外交 安保的这个对话 提升到户部级 你说那个时候就也决定日期了吗 就绝对是这样子的 但是日期他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普丁会来访问平壤 那他这个时间一定是 把他都事先 就是他们有 我觉得他一定有情报收集 这次韩国的情报到目前为止 显示都还蛮正确的 除了就是他这关切了 那个什么第一条的 那个会不会自动介入 这个部分 但是几乎大部分 都还蛮正确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韩国方面 所一定需要需要有的 因为隐区的政府 这是四月的大败之后了 他现在被攻击很厉害 其中在外交上面攻击 最严重就是说 他的政府因为过分的亲美 过分的对北韩强硬 好你现在招到了 招来了北方三强 中国俄罗斯 这个北韩三个合起来 夹了你抓了你的头 你这个怎么办 所以说 所以韩国现在外交 一直想要突破 就是来讲 他要显示出来 我没有做错 我还是有在做 那所以中国的因素就很大了 因为日本这边 也是跟美日韩的 所以中国的因素就大了 那对中国来讲的话 当然 实际上中国朝鲜半岛政策 一再强调是 这个和平对话 所以说是希望两韩对话 不要军事 这个arms race 军备竞争 那现在情况就是已经 完全不是中国所乐见的 这个北韩发展 他的核武 这个韩国这边 也把美国招来了 这个核动力潜艇来 就等于是 extended deterrence 这个扩大的 这个核核阻 那这都对中国都没好事 所以说 未来假如 那个 这个 恶朝又进一步 加上军事合作 这都完全就走向一个 中国不希望走的方向 所以的话 跟韩国的 南韩的互动来讲 是一个 至少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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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erweight 不是很大 那当然另外一个 中国做的措施 就是不断的提经贸的服务 所以他刚刚 刚我讲的 中俄 这个 朝盟的话 一个 一个 这个 经济趋势出来的话 这个也可以走向 导向他们 走向一个经济发展 而不是一直搞军事 这样 这样 所以这个来讲 我想中国现在做措施 就是这样 好 你刚刚提到了 其实 韩国现在 对中国方面 在下功夫 尤其是在这一次 峰会 就是普丁跟金正恩 峰会之前 那另外 韩国同时也直接 跟俄罗斯下功夫 那在 这个之前 原来 韩国 是对 乌克兰这边 提供武器的 那 但是现在 改变了一个政策 说他不直接提供武器 给乌克兰了 那普丁 也特别 为了这个事情 称赞韩国 就是他不会 对于 俄罗斯 对于乌克兰这边 提供武器 这个 是不是代表 他们在彼此之间 有一个某种默契 也就是说 我 韩国 不去碰到 你俄罗斯的 基本利益的地方 这个红线 那你俄罗斯 在提供 朝鲜援助的时候 你也不要碰到 我韩国的红线 这个非常有可能 因为呢 我们刚刚讲的 尹熙悦的 对这个 刚刚讲的 这个三方的外交来讲的话 这个 这个 被攻破点呢 就是 俄乌战争的爆发 俄乌战争爆发 尹熙悦全面支持美国的策略 他自己跑到了乌克兰 那还小事了 但再下来就是刚刚讲的 他透过了美国提供武器 或者是霍兰特提供武器 给这个乌克兰嘛 那当然对俄罗斯来讲 因为这个不是 大家原来讲很快解决 都已经脱了 这两年以上 所以说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这也不是件好事 所以他在乎这个 那韩国 所以他现在韩国就是 就是说 给他改善 那当然我刚刚讲 韩国境内现在 非常希望能够显示出来 尹熙悦没有做错 尹熙悦没做错的话呢 你可以参照这一次 这个 俄罗斯跟北韩的 这个签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讲 并没有指明韩国 你知道北韩 现在是讲韩国 是他的头号敌人 所以没有 所以说 而且中间 所有的报道里面 都没有提到 反韩的这个部分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说这个红线 应该是双方 还有没有军事介入的 所以这些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 有这个默契存在的 有互动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对中国方面下功夫 他对俄罗斯方面下功夫 而且都做了某些让步 他对美国要怎么交代呢 你知道吧 因为美国原来跟韩国之间的结合 就是希望他能够共同 针对中国大陆来对抗 对俄罗斯来对抗 能够协助美国在乌克兰战争这一边 能够提供武器 做一些别的事情 那你现在韩国会不会 你顺了这一边 会得对另外一边呢 这个就是 在这个大国中间是很难生存的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 前不久 这个韩国的财政部长 跟日本的财政部长 到DC去要求美国 可不会利息降一点 或者是说 美元现在对于这个 他一直在 其他各国的货币一直在扁 对关键就是 就是这个银行利息的 这个FED利息 因为这个FED利息 让韩国受伤最大 因为韩国的企业是 都是大量借款 然后大量的扩张的 所以说他付的利息是美元 所以说你这个利息降 一直高高降 不向下来 他对他韩国的经济 冲击非常大 这也是你认为 另外一个弱点 为什么上大败的原因 就是老板是太穷了 但是联准会 他不会管你外国的 受到的冲击 他只有关美国的情况 所以的话 他会觉得 如果你是韩国官员 您是韩国官员 日本是韩国官员 你会觉得 他对我一点非常冷待 不在乎我们的 死活 但是呢 你要我做事的时候 什么都这样子 要求很多 一定要做到 所以说乌克兰这个问题 摆明的是美国非常在意的 美国为什么在意 这个恶朝的合作吗 就是在意是 这个乌克兰可能会从 不 这个俄罗斯 可能会从北韩 得到多少帮助 那从美国的角度是 你韩国 这个南韩来支持我是 是当然的事 所以我觉得他就一些小动作 反过来韩国 比如说 这个大陆的这么什么 这个跨境电商 这个 这个 阿里express 什么 Temu 现在攻进韩国 韩国本来凶得很 然后说什么 也讲说这个有毒的物质 然后要限制说什么 婴儿车不准进入 或者什么 三天就转为 这个 这个不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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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ustomer 就是韩国的 韩国的人 民众自己决定 你要不要买 所以这些呢 其实这个都是在 中日韩峰会之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来讲 就是韩国 他很 这种小动作 他做出来 那来 表示他对你美国 对中国 的态度就有在 在慢慢的调整 但是不能完全调整 是不是也有一个可能是 韩国也在预防 就是 如果川普要上来的话 他要做一些 避险的一个情况 没错 韩国现在其实非常担心 因为现在拜登政府 已经在提 北韩已经拥有 这个核武这么多年了 而且已经适时了 所以说 我们就承认 就不是承认 就是说 莫许他是核武国家吧 对 就是等于就是冻结 你自己说你冻结 你的核武了 不再继续发展了 那这样就 然后就可以 可以他们交往了 那北韩方面当然说 你先把经济制裁 先给我解了吧 反正 那川普上来就更恐怖了 那川普是 而且是上面的 文在寅政府牵线 不是吗 所以他跟川普 是跟金正恩是联络 而且根本就直接对话的 如果川普再当选 建了好多面 建了三次面 对 三次面 所以的话呢 不排除的可能性 川普上来 就可能会跟这个北韩关系 大幅的改进 因为既然拜登政府都讲说 他冻结核武就可以 那川普也可以这样做下去 没有什么不行的 更重要的时候 你怎么不知道 川普会认为 我干脆就跟他建交了 然后对美国人民中讲说 你看这个前面的政府 都没有一个人做 你看我做到了 我直接把抗中 就到了中国门口 大门口 中国最在意的 我就做到了 所以说 这个是中国大陆 跟南韩现在 目前都非常担心的事 而且对中国大陆 更在意的是 川普在他之前 上一次几次选举 就提过了 让他们拥有核武 韩国就让他有核武 那这样子 因为一见到了 跟北韩建交的话 那韩国还有意义就没有 战略意义就没有了 美军一定是撤出韩国了 那韩国就面临了 更恐怖了 就是夹在中间 那韩国必须要发展核武了 那美国就让他有核武 然后美国就变成 在两韩都有维持有好关系 因为核武发展的话 当然一定要从美国这边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骨牌效应就是 连日本接下来也要核武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因为日本根本就是核武国 按照这个NPT的 是拥有浓缩又技术的国家 等同核武国 这是韩国一直叫区的 一直不高兴的地方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 那我为什么列为 不拥有核武国 而且不能改变你的status 按照NPT 所以这个最大的变数 就是半年以后 其实如果川普上来 他做的任何决策 是韩国要拉都拉不住的 那肯定是这样子 因为他要的价码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韩国现在 今天状况也不是说 好了哪去了 那所以说他也就面临 而且你差一点都不行的 这个 所以说韩国现在就是急着 跟美国签什么协定 说维持他的 基地维持费 等等这些东西 赶快先拿签下来 都是胡扯的 川普上来 这个推翻 上次你FTA 他都给你重新 重新谈 你要交不交随便 你不交我就不要了 你看你怎么样 他上次有讲 你不给我要的 那个钱的话 对不起 我们美军撤走 所以这个 北韩的这个变数 比起川普来 真是小屋见大屋 今天非常谢谢 刘海教授到我们节目来 跟我们谈这个相关的问题 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我们下次见 谢谢 上网搜寻VIP-UDE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报道 以上就知道了 我送到莫 love 快乐 Tony